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在邦深中,講古邦 七十年代,香港曾經是一個高峰 七十年代就是一個上升的軌跡 接下來的時代就不再是一個這麼樂觀的時代 即是九十年代,現在八十年代也會是一個樂觀的時代 但是有危機 這個時候開始怕英敵 他怕的是大家知道信心危機,香港前途問題 1984年,終於入聲明 終於入聲明,一談 有些人已經想著會走路 有些人想著移民等等 但是對於第一種題材 其實在那個時代香港已經是少的 例如李小龍所說,有一種為民族出氣等等 在這個時代已經不出現 反而會更多去講幾件事 香港面對的問題 殺到埋身 以及香港的一些社會問題 本身的社會問題 OK 第三種題 例如女性電影的興起 因為女性英雄可以出現 跟以前的電影有些不同 當然八十年代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年代 片種之多是… 前所未見 前所未見 空前絕口 你可以想想 當時出現最賣座的電影 即現在就算數回香港票房 歷史上最賣座的電影是哪一套 哪一套 最佳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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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喜悶劍 最佳拍檔那種拍法 最佳拍檔那種拍法 其實亦是跟外國截軌的 那時是甚麼 那時是《零零七鐵鐵金歌》等 是的 尖士邦式的拍法 那個車 很跳段 像機械人一樣 是… 全部飛出來的 又有單車仔 這些 就是這些 又說許貝兒和麥家 當然港式的搞笑也放在這裏 這些是本土的 是… 公司是搞笑 是的 但這些亦可以說是一個樂觀的現象 當然有不樂觀的地方 因為剛才說過《綜藝流聲明》 那時很多人也會移民 嗯… 那拍攝移民來說 我們最熟悉的是 《歲月神偷》 導演的兩工 張遠亭和羅啟蕊 嗯… 他們拍攝的東西 其實在八十年代 大家如果看過文藝片 這個文藝片的經典 香港文藝片的經典 《秋天童話》 嗯… 其實《秋天童話》是說一件事 說一些… 可能很久… 很久之前去了外國賺錢的 連中文 連英文都不懂多句 究竟他們為何跟人家有打拼呢 就是船頭搜尋這種人 嗯… 周潤法 阿法哥 還有一些就是過讀書 或者即是被那個時代 即是被… 被回歸的人 被回歸的人 中楚紅 是… 就是十三妹 那時候還未叫回歸 那時候叫收回來 收回來 對,那時候收回來 收回來香港 這兩種移民的情況 是… 還有呢 有一套叫我買樓文柴 嗯… 我買樓文柴呢 又是張婉婷的 就是一個極端的圍頭人 未見過世面 嗯… 一個在外國生活 但是… 可以說英文都不懂得多句 只懂英文錯誤的正如玲 嗯… 接著呢 兩個人漸漸走在一起呢 是因為甚麼走在一起 你知道嗎 為甚麼 因為香港 因為香港而走在一起 因為這兩個人 就漸漸越走越近的原因 其實就是 因為他們出了市區 出了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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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越走越走越走 真的做了香港的城市人 嗯… 有一個圍頭人 鄉下佬 嗯… 一個假鬼妹 對,假鬼妹 走在一起 就匯集了香港這個地方 即是他就是甚麼 即是他一個香港的縮影 對,即是香港的縮影 其實他想說一件事 無論如何都好 大家都在香港 嗯… 即是… 即是… 即是再到確立香港人的意識 還有譬如 好像譬如說 之後的甚麼過副新量 那些戲 其實不斷地確立了 香港移民社會的意識 是… 其實大家… 無論你哪裡來都好 你甚麼背景都好 是… 都是… 回來一個本位 就是香港人的本位 嗯… 是… 開始那個… 開始不像之前 那些中國人… 有中國人的意識等等 即… 即… 完全沒有了 但即是那個意識開始慢慢凋淡 有些模糊 有些模糊 有些放在馬英傑邊 有些拋住老後 是的 香港人的意識 是先走的 是先走的 嗯… 是的 由於香港人的意識先走 所以變了 電影 除了是… 除了在劇情之外 它會說到香港很多本土的問題 例如剛才我剛說過 我學生一些較來香港的女性 嗯… 第一種 呃… 另外一種就是… 另外一些情況就是 譬如香港的社會問題 例如… 大圈仔 散港奇兵 是的 你看到散港奇兵就知道 大圈仔 香港的經濟發展相當快 是 好多人 好多不法分子 是… 在國內的不法分子 就走來香港做世界 是的 會帶茶飯 是的 是一個宿營 是一個宿營 它們帶來一些很重型的裝備來 嗯… 那些是… 它是… 它是… 它是國內來的 是的 那些是… 那些是… 其實是… 真是兵來的 是啊 真是士兵來的 真是… 真是解放軍來的 真是解放軍來的 是的 所說的男杜女槍的情況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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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看到一些… 畢山這些… 可能… 其中一些社會問題 另一個就是… 青少年問題 就是… 看小妹仔那些 也是看到當時的青少年問題 在哪裡 是的 是的 因為這些是… 一定在… 在那個… 社會發展到… 高層次的階段出現的一些問題 嗯… 就開始有一些的討論在電影裡面 明白 有些反應在電影裡面 是啊… 是的 就… 不同以前就可能一些… 就可能會多一點點 就走向一些… 身份啊 各… 中國人意識等等 轉了過來 就是香港現在面對的問題 就是些什麼 當時那個… 香港人就是… 都是… 處於一個… 越來越無根的階段 是的 無根的階段 因為你… 因為… 那時候… 因為那些人已經大部分 到香港出世了 是的 再加上廣英政府的教育政策 他們不會跟你說 即… 他們當然不會響戀你是中國人 是的 同一時間又不會告訴你 你是英國人 是的 當然 即… 開始已經和祖國… 某程度上 有一部分過年了 就不是好像… 六、七十年代 跟國內大陸入面那個… 那個… 連結還那麼緊密 沒有啦 比較少一點 是的 所以那些電影出來是不同的 看下去 另外一件事就是… 女性電影的興起 女性電影 很多說… 開始說女性的電影 小女性是嗎 小女性是嗎 當然一方面 另一件事就是… 女性的… 除了文藝片 即像你看… 張茅我第一次拿影后 那裡《不脫物的人》 那些人好像說女性 還有… 有一種戲是有特別的 就是… 其實是… 又是香港其中一個可以走向國際的層次 但這是九十年代才開始走向國際 是的 因為大家看過那些… 飛虎什麼什麼… 蒙間道那些 是的 是的 但是那些警匪變得有點不同 就以女性做主導 女性做主導 譬如霸王花 霸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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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惠宗 李塞鳳那些 嗯 那些所謂打女 是的 其實就是… 女性主義開始抬頭 即女性和男性 就開始… 可以平起平坐 在八十年代開始 即男性做到的事 女性都做到 是 男性去拉大獨丘 為何女性不拉大獨丘 好 當然 是的 還有一種… 但仍然還有一種… 但另一件事 有一種… 對於… 可能… 即開始因為那個… 本土意識 是 可以直跟 嗯 除了對於… 即好像剛才說的 那些奇兵 對於一些可能來做世界的 大陸人的恐懼 另外一種 就是大陸的gap是大了 如果有沒有看過 那套會叫公子多情 沒有 沒有 沒有看公子多情 那套戲是周潤發做的 嗯 女主角是梅艷芳 梅艷芳 那周潤發是偷渡下來的 嗯 就跟曾志偉 怎樣偷渡下來 抵女政策 那時還是 是 那偷渡下來呢 就… 人家叫他去半島茶餐廳 半島茶餐廳 那他捉了半島酒店 OK OK 明白 然後他撞進撞進了 梅艷芳 梅艷芳是一個形象設計師 喔 然後他不知道跟… 最後跟一個人打倒 就說要改造一個人 就這樣捉了 他就捉了半島酒店 捉了他去做形象大改造 喔 就搞了周潤發 對 捉了他去做形象大改造 是… 結果呢 真的呢 最後呢 將周潤發 由一個大陸仔鄉下佬 鄉下佬變了一個紳士 喔 即是… 那個潛台詞就是 那時其實香港 國際都會來喔 至少… 不是國際都會 至少… high car 厲害 厲害的城市 跟大陸仔不能跟人而遇 是… 其實不能跟人而遇 但是這樣 但是這樣 我們可以改造你 是… 你願意加入 來這裡呢 我們的一部份 我們會幫助你 是… 我們upgrade你 是… 這個時代意識就是這樣 明白 大陸和香港開始 因為經濟上的分別 是… 是… 這部電影其實可以看一看 是很有趣的一部電影 是… 是… 後遊太太太變紳士 明白明白 明白 是… 就有這一種情況 其實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說 其實他們是很… 也都可以… 其實有程度上 他們有一些害怕大陸 害怕大陸 害怕大陸 甚至大陸 是… 是… 但是… 他怕被赤化 但是… 他也都… 寬明一些人 加入香港的大家庭 明白… 是… 現在又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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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你… 一些內地… 即是… 港人所生的內地子女 進來 已經… 個個… 個個… 完全亂逐一團 完全不同的 是… 真的差很遠了 現在那個… 但龍合得來是有些排外的 有些保護主義 是… 那時是不排外的 是… 那時是不排外的 是… 是… 而且… 當然對於白人 對於… 你看很多戲 不要說哪一套 特別說哪一套戲 對於外國人 仍然是覺得 別人高人一等的 是… 是… 真的… 是… 即是那時的電影 是看得很清楚的 是… 是… 你看到外國人 當然是紳士 當然是… 當然是有錢人 當然是勁丑家庭 當然是… 當然是… 當然是這些人 但是… 但是… 一看到大陸人 就好像見到 剛才那套公正多地 裏面的雖然百感 明白… 是… 是… 其實80年代當然還有很多戲 還有一些adventure的戲 像你看沈建勳那些… 那些什麼… 群龍奪寶等等的戲 那些戲 都是一些很特別的題材 那些就是娛樂性較為高 但是… 也真的很多娛樂片 在那個時代不斷地出現 不斷地出現 那娛樂片我們都不說那麼多 因為始終今天的主題 雖然是說電影 但是說電影 都是說一些跟社會有關的一些東西 跟香港社會發展有關的東西 是的… 或者這次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下次就說說90年代 90年代一個很奇怪的時代 是… 環球思維 香港本位 中港台 中文字幕堂